金門三無漁船的撞擊事件 目前兩岸各說各話都沒有達成共識 但就在這個時間點 中國的火箭在昨天飛越台灣的上空 可是這一次呢 居然沒有啟動國家級的警報 儘管這次的火箭飛越台灣 跟上一次相比都是目的 都是為了要蒐集這個氣象的資訊 可是為什麼一次有發警報 一次卻當沒事呢 但更可怕的是 福建海警放話要加強驚嚇的海域巡查 引發台海內海化的憂慮 現在連空域啊 三天兩頭的火箭就飛越台灣上空 會不會事情越鬧越大 我想問靖平哥 就很奇怪了啦 兩次都飛越台灣上空 為什麼上一次有發警報 這一次卻無聲無息 明君 金門214事件之後 現在兩岸只要有一方有什麼動作 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關注 比如說2月29號晚上9點多的時候 從這個四川的西艙衛星發射中心 它發射了一枚這個運載火箭 我推測大概是長征二椅型或是二丙型的 這樣一個搭載衛星的運載火箭 開始向拋物線升空了 注意上這個是推測的軌跡 它又飛越台灣的中部上空 當然它的高度絕對是在大氣層外 很高很遠 絕對都是80到100公里 那種已經超乎卡門線以外的 這個地球上面很高 你如果能夠看到它 幾乎都像看到太空船一樣 那飛越台灣的這個中部上空 然後直接這個往它的原來的路徑方向 目的地這樣整個飛上去 那可是2月29號我剛剛講 不過就是上個月底 好啦 其實就昨天晚上 對 你有接到警報嗎 沒有啊 看新聞還知道怎麼會有飛過去的 你的不管幾支手機 或者是朋友手機 有在那邊警報大響嗎 嗶 嗶 嗶 這樣子 你以為你是邊緣人嗎 不是 全台灣都沒有人收到警報 因為國家警報根本沒有下 但同樣的路徑 往台灣中部朝西太平洋方向 高度也是在大氣層外 那軍方就說 因為昨天晚上2月29號的這一波發射 對台灣地區沒有什麼危害 但是記不記得 1月13號選前幾天 1月9號下午的時候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3點多 是不是警報大響 所有人都收到警報 那同樣的是飛越台灣的南部 那這次是台灣中部 一樣都是飛越台灣 然後一樣的是ADIZ都被影響 一樣它的路徑都是這樣走 一樣的目的地 一樣都是在大氣層外面的高度 那為什麼選前 總統大選前1月9號要發警報 你當時候認為會危害 可能那個火箭 或者是衛星的殘害會掉下來 結果沒有 那你這次就認為沒有危害 火箭跟衛星殘害 選後就不會掉下來 怎麼可能這麼篤定呢 所以軍方現在國防部部長 台灣這邊是說 這個邱國正講到 全程都有掌握 有危害的話才會發警報 所以我才會拿這句話嗆軍方 那選前有危害選後就沒有危害嗎 選前要發國家警報 選後就睡一月靜好嗎 莫名其妙啊 那你要發警報就 可能是昨天晚上9點 擔心到睡覺前 發的話會把大家嚇得睡不著覺 然後又被罵一次 所以那你當初發警報幹嘛 所以不去批評他們到底 腦袋裡面裝的是什麼 但你才看到 你以為只有這個火箭紮載 這個運載火箭搭載衛星要升空嗎 重點是實際點敏感 對 因為我們現在針對這金門海域的 三五一全事件 就還沒有獲得這個一個解決的共識 他們的船一直過來啊 他們又飛過來 而且不是只有船或者是衛星或是火箭 還有飛機耶 解放軍的軍機 我長期也在這個觀察跟評論這個 解放軍的軍機 我們台灣這邊一直有一個 所謂的戴維斯線 就是所謂的海峽中線 但現在對岸老公已經根本不承認了 他就跟驚嚇的這個 印線治水域 他也不承認 管你什麼默契 那解放軍的這個軍機 其實在2月28號 我們在放這個228的這個假 那一天的這個晚上6點 到2月27號晚上6點 那24小時 總共有17架次的解放軍的各式軍機 從台灣的北 西 南 東 各個地方 包括到我們的ADID來侵擾 就是等於又共機老台 只有東北方這個缺口 他沒有來而已 那吊詭的是 這些17架次有12架次 越過了我剛剛講的台海中線 然後最近的這個共機的這個軍機 距離你知道嗎 基隆他只有43海里 那問題是你看他畫這邊基隆 你說好近 那我再跟你講更近的地方 應該在這不是嗎 對啊 基隆他的這個軍機 距離台灣最近就是基隆 43海里 但我剛剛說更近的地方是淡水 對啊 因為他更溪啊 他為什麼不講淡水 因為離淡水更近 淡水如果他講淡水 我們台灣民眾一定會恐慌 因為等於在我們的門口 淡水那邊有多少人 淡水老街 淡水那邊是一個觀光聖地 感受不一樣 而且你知道嗎 如果扣掉我們20海里 臨街區的話 43減20那只剩下23海里 他不敢講更近的地方 更近的地方就是淡水 估計大概就剩下23海里 離淡水那麼近 我跟你講 難怪前空軍副司令 我們的這個張延廷中將 他在講說 如果是20幾海里的話 飛到台灣那個軍機 大概不到一分鐘就會到了 我們的空防眾生被壓縮 我們防怎麼防 發警報你只剩下一分鐘 你看到危險的時候你要躲在哪裡 你從你家樓上跑到樓下的 防空避難中那個地點 或者是跑到不停 你根本都沒呼 你腳趁有那麼快 所以莫名其妙的 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的這個軍事防衛 還有國家的防禦眾生 已經被逼到這樣子 那共機擾台以後是不是常態 就可以到台灣領空了 這才是一個危險 好 那除了這個 現在在我們空域的範圍 一直被共機擾台之外 重要的是我們吵個沒完的 這個驚嚇海域問題 福建海警就說 我這個驚嚇海域的巡查會員 這個越來越頻繁 越來越正常化 大家就很擔心啊 你三天兩頭到 我們這近滿海域 福建法發燥 是把台灣海峽當成你的內海嗎 是 這就是一個困擾 但也是一個危機 因為除了解放軍的軍事發言人 他們張小剛說 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 那其實老美的航空母艦 老美的軍艦 英國的軍艦 德國 法國各國的軍艦或是船艦 也常經過台灣海峽 他們就說這是公海 可以自由航行 當然老公一直抗議 可是現在老公 他不承認這個海峽中心 我們這邊是不是變成台灣海峽的內海 那以後就是變成我們的 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這麼近 我話界線那你不認啊 我們的這個眾生就很短 就幾乎 防禦的這個空間和時間就有限 你要預警的話就要很緊迫了 那其實剛剛你提到說 214的金門事件 我們其實不是沒有密錄器嗎 沒有影像 連手持的這個畫面都沒有 就是因為沒畫面 今天變成兩岸雙方各說各話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是2月14號CP-1051艇 我們的海巡艦艇 當時在執行去追中國大陸的快艇 頒覆了之前那個 扎了一個雷達軌跡圖 那雷達軌跡圖 跟這個無線電的通話記錄 是不是可以變成去還原 它整個事件的真相啊 你從當時在這邊 金門的這個附近的這個海域 然後你看它在追這個大陸的這個快艇 這個CP-1051 它這是橘黃色的軌跡 然後開始追它 這個是快艇 然後到了這邊 然後到這邊它頒覆 然後開始展開救援 那這些雷達軌跡 還有相關的這個電話通話記錄 無線電的通話記錄 照你說是有保留的 你這樣子說應該有保留啊 你就公佈嘛 不要只是讓大家說沒有畫面 然後你又公佈一些什麼 30秒不到的 四段的這個畫面 大家當然會說沒有畫面沒有真相 那你這個東西可以當成佐證 你怎麼不拿出來呢 那當現在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變成我們好像有點站不住腳 因為畢竟人家丟了兩條命 那要我們賠償 現在傳出來說 要我們比照中國大陸對岸說 你就比照廣大新漁船28號的那個事件 廣大新漁船當時發生 我們金門哥簡單的回憶一下 怎麼處理的 那是在2013年 我們還在跑新聞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有一個洪信船長 就在往菲律賓巴林坦海峽的地方 他們漁船在海上作業 然後當時碰到了菲律賓的公務船 他們在那邊取締 廣大新28號就在背景下跑去那邊 那菲律賓的公務船去取締他們 去追他們的時候呢 那他當然就跑了 就跟我們這次有點類似 跑了之後呢 菲律賓就開始去掃射 他以為他是走勢還是幹嘛 他就掃射了那個船長 結果船長洪石層就中槍身亡 在那次事件之後呢 我們跟菲律賓就開始交涉 你必須逞兇 你必須賠償 然後你必須道歉 然後你要開始我們逾越談判 這四大訴求 現在完全被對岸沿用了 中國也需要提出這四大訴求 要我們買單 你當時怎麼要求菲律賓 你現在就順我們的要求 我們也要你這樣做 但是當然啦 這有的談判 目前談判11次 還沒有這個結果出來 但是說到金門的這個禁限制水域 大家都想禁限制水域 禁限制水域 今天製作單位還有 最近有一些朋友才說 他們才了解到金門有禁限制水域 當然啦 我以前在他還沒解除 戰地政務的時候 我就經常去那邊採訪 到解除戰地政務的時候 我也常常到那邊 也走過這個小山洞 我對那邊太熟了 不管大二三或是小金門 都去過 那金門本來就有禁限制水域 你要想看 以前我們在沒有解除 戰地政務的時候 所謂金門防衛司令部 這是現在叫金門防衛指揮部 金防部是有十萬大軍在這邊 大金門有部隊 小金門有部隊 大膽 單二膽 這個島固人不孤 這個大膽島 二膽島 也都有部隊 那這麼多的部隊在這邊 那當然怕對岸的水鬼摸上來 所以他們就會面對他們用機槍 或者是用一些機關槍 金兵器掃射 所以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 在民國76年的時候 也就是1987年3月 當時不是這個月戰剛打完 其實在月戰打的時候 陸陸續續 美軍還沒撤離越南戰場的時候 北越的越共要整個把南越 給吃下來的時候 很多越南的這個民眾軍民 就開始就會逃亡 逃到海外 然後最簡單就是坐船 開始偷渡 逃難 所以當時有一批這個 越南的華英男民 在民國76年3月7號的時候 就這樣子坐著船 這樣子然後直接出逃 然後跑到了在金門這個地方 這是當時的一個圖 就是今天小金門的烈雨 這邊有一個這個東岡的沙灘在附近 被我們的這個軍民守軍看到了 當時守軍看到的是 我記得是腰洞溝斯 腰洞溝斯 然後他直接就對著那個鳴槍驅離 不肯走 然後就開始掃射 掃射的船後來就飄到了這個岸上 然後後來才發現 是越南的這個華英難民 而且船上有不少老弱婦孺 那接下來他們當時也不曉得 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還是把他們全部都射殺了 死的死傷的傷 那件事情引起國際矚目 國際政經 那時候剛好是戒嚴的時代 然後又是兩岸敏感時期 所以在那個事件被稱為三七事件 又稱東岡慘案 在那之後兩岸為了講好說 我怎麼知道那是不是 到時候有人假扮 共軍假扮成像是民眾這樣 像這次越南的這個慘案這樣 混上來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談好了說 乾脆畫一個紅色的禁止水域 跟藍色的限制水域 你只要不進來這個水域 我就不開槍 可是問是現在默契已經被打破了 對 所以現在就是很尷尬在於 中國的執法船三不五十 常態化的長期變成在這邊 那以後就變成長期職守 或是不停的這個執法船 進入我們這邊 我們要怎麼辦 每天都派著這個海巡艦裡 伴隨著這個護航 然後驅離他 廣播驅離 然後他又不肯走嗎 那不是就是變成好像 拓面自乾一樣 那而且現在 老共的這個海巡海監的這個船 據說他 比如說這艘船是三沙一號 排水量就將近八千噸 然後又有全天候航行能力 又有這個 據說他可以載這個 最先進的解放軍的主戰坦克 那種解放軍的大多數的地面裝備 都可以裝到船上 他會不會久了久之 麻痹了我們的手臂的神經跟狀態之後 哪一天變成狼來的變真的 他就用這種船來洗腦我們 或是佔領我們的金門怎麼辦 我們也不能沒有防備的心 再加上解放軍以前的潛水艇 都被人家說是水下拖拉機 噪音很大 這幾年他們有很大的改善 連美國日本想要抓他的這個潛艇 都好像不太抓到 美國衛星有一次發現 解放軍的093B的攻擊核潛艇 進入東海之後 訊息傳給部署在太平洋的美軍 和日本海上自衛隊 但當時美軍海上的這個部隊 反潛機還有列潛的這個艦艇 當時在搜尋了大部分的海域 都找不到這家船 那變成說他會不會成為大洋的黑洞 所以解放軍的這些新的利器 以及他用這種方式的戰術 軟土深掘的方式 會不會讓台灣有點鬆懈了這個界線 或以後會面臨一點點麻煩 當然我也必須講 台灣也是有一些準備 我們總是有警覺吧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 這個濱海作戰指揮部 就是我們買了很多暗自魚叉飛彈 搭配我們的雄風飛彈 反艦飛彈 也是成立了濱海作戰指揮部 可以應對他們的這個艦艇 靠近我們的話 都在我們的射程範圍內 還有今天陀江級 海軍的陀江級的這個五江軍艦 又交艦了 陀江軍艦它其實火力也是滿強大的 包括它有反艦型的這些火力配置 像反艦飛彈就有八枚雄三 加上四枚雄二反艦飛彈 這些都可以構成好像的狼群 崩群戰術 去對付解放軍的這種大型的海巡 海艦 或者是它的一個這個 海軍的這個艦艇一樣 但是說穿了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這種狼群戰術 當然可以派上用場 還有我們的暗自飛彈 這個濱海作戰指揮部 但是我們也要付出代價 他們也會付出代價 所以我才想說 戰爭沒有人希望能夠發生 能夠避免就避免 能夠有一些以前的默契 大家怎麼樣的談 就是怎麼樣的談 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